大家好,我是宅家鑑杯,總料理商為中,大家好 嗨,大家好,我是鑑杯集團品牌管理菇,負責黑毛巫品牌的Joey,哈囉 今天介紹的這個菇,歡迎到比較稍微的重口味點 它是我們的壽喜燒 壽喜燒 沒錯,非常的好吃,那我們就準備我們的食材繼續看餐去 好的,那我們接下來要來介紹我們壽喜燒壽喜燒的部分 壽喜燒裡面會有我們的這個料理長特製的一個生氣味醬 還有小朋友最喜歡吃的鱈魚豆腐 以及我們最後會煮的一個很Q彈的烏龍麵 那這烏龍麵上面我們會加白芝麻,所以我們還有幾多芝麻粒在裡面喔 那最重要的就是壽喜燒的醬汁 那除此之外,我們的重頭戲 就是我們的A5日本和牛 日本和牛 好,那我們這個禮盒裡面會有兩種部位的日本和牛 那本地都是A5的 好,那我們都會附訂配一個尖細的,一個腿細的 那退冰的話呢,例如說隔天要吃 我今天晚上就給他放進去冷場退冰 那隔天拿出來這個退冰都是剛好的 那這的話呢就是我們禮盒裡面的一個內容物 那我們接下來呢就要進入我們的備材囉!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擺盤囉! 受洗燒啊,準備的食材有幾樣一定是必備的 第一樣呢是我們的青蔥 然後再來的話是一條洋蔥 然後一起大白芝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豆腐 好,這個豆腐我們就直接切塊 那切塊之後呢,我們就把它擦乾 那煎之前我們先把鍋子燒到最熱的 擦飽飽的一層油喔 然後再把擦乾的豆腐放進去煎 第一面上色之後,第二面裡面它煎到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雞肉丸一樣喔 分小顆小顆的,差不多是一口大小 那煎的時候一樣先把鍋子燒熱 塗一層薄薄的油 然後再把捏成球狀的雞肉丸 把它兩面煎上色,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還有這次準備就是年糕跟蒟蒻的部分 那蒟蒻的話呢,我建議大家一定要先用滾水煮五分鐘 再起來放到我們鍋裡面 那擺盤的話呢,盤子的選用可以選這種有一點深度的 擺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 白菜的梗把它鋪底 會把梗的部分先放在下面鋪底 然後我們再用葉子去散掉這個梗 所以看起來就是非常集中毛病 像插花的感覺一樣 對,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菇類 青江菜 綠色蔬菜 好,那接下來 受洗燒必備的冰蔥 它加熱之後它會釋放它的甜味 這些都白色,我們來一點黃色 我們今天準備的這個胡蘿蔔不是紅色的嗎?是黃色的 好,那接下來蒟蒻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擺放我們煎過的豆腐 煎過的雞肉 那最後呢 蔥綠跟蔥白 提醒大家就是白的話,我覺得兩個都要有 那我們今天教大家的一個擺盤以及配材的部分 大家都學會了嗎? 那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們分享呢 或者是想要詢問我們的 都可以在下方去做留言喔 那我們就是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揭 ambiente 那就可以去做的 好,不知道 這有問題 怎樣 我們 volt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